我來看台中火力發電槍 目前是有十台 消灘的發電機組在穩穿 說這也是造成空氣污染 最主要的鄉手 台東現在還要增加兩台 消耗數的機組 一旦通過的環境 台中火力發電槍 將會將做全世界最大電的 火力發電槍 所以台中市政府就說話囉 台東要增加兩台機組的三里 但是必須要把老舊的消灘機組 停掉四台 這台土壇是要讓台中火力發電槍 十部消耗的發電機組用的 放在外面只要放一個水都沒煙散步 像消耗的空氣讓天上都沒了 台中空氣的品質不好 台中怕什麼減少用土壇 要設兩部專心的消耗電機的發電機組 一加起來的話 幾乎就是800多了 那800多的話 假如這段期間 其他國家沒有追上的話 就會是世界第一 如果變成全世界第一台火力電槍 就怕拜訪的空氣污染也是世界第一 增加兩部消耗電機的條件 就是要換到四部舊的消耗電機組 民旅台東市政府共和台中 台中是說會再參加 我們要按部糾搬 不可遭進式的減煤 一減再減 那麼是會影響穩定公電 台中提出的新計位 也在十個七月 基本全的消耗的薪災 因為薪災委員跟環平委員 差不多是同一倍人 那是通過就定義通過環平 台中希望可以在消耗裡面 跟市政府的代表協調 這點比較透身的減量的機會 譬如英鄉住發電量